裡面的代理主席的產生是由中央的顧退 對這個我們有尊重反內的機制來進行 我想裡面的代理主席的產生是由中央的顧退 對這個我們有尊重反內的機制來進行 我想代理黨主席最重要的工作 按照民進黨的過去的慣例跟制度 就是銜接把黨務做好 來盡速的讓新的黨主席的產生